歡迎繼續收看大化新聞 你討論進行 我先請教郭董兄 星雲他不是退了嗎 他不是到80歲退了嗎 怎麼現在又在寫文章 經濟老蕭回來的 恭喜台灣 我要說的是 這是你祝選嗎 他也說外出台灣在蒼生 他不是政治和尚 老衛生還出來講話 不過我就是 我另外一個角度看 是 馬英九偉心要用這個 三千空明這種方法 這個三國人裡面一開始 基本上一句話就說 所以馬英九想來已經很知道 用三千空明 出山 他就出山 出山 不過你想到 中國人出來的時候 把國家這個 老闆跟一句話 天下台西台三國定律 不能合的 你才有三國定律 你才有什麼堅持 才是你的國家才有什麼堅持 我們看這個 中國人公民 你說造成是 每天造成 每天 今日的每天 否定 長的每天 我們不要說英拜 原來普通 我是沒有安裝罵小伴長 我們不用去說 我們只看小伴長 所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一項一項 檢驗 他的政策 和他的理念 為什麼英拜做未成的 他說不想說政治 其實小伴長 你最知道 怕你的問題 是出了政治 你政治 如果我們改革 經濟就改革 不是經濟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當然是配的政治 你沒辦法脫鉤 你閃閃閃閃閃 你最不好 你也是去當作政治 你一宗個表 你要怎麼交代這句話 中國那邊 同意不同意 如果如果叫聯合部 你剛才剛才 鳳姨你拿到嚇到你了 你沒有看 長的這個口袋 是 長的聯合部這批 我不知道觀眾有頭不頭 倘若你說 這個 寫這個文章的李建嵐 你如果看 郵台電影 在那裡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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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他寫這個文章 代表馬英雄 跟小萬丁 某種心態 什麼心態 他記了一個例 他說 完成的時候 那時候 中國大使都去 中國跟鳳姨 要操控的時候 只有河南大使 擠下去 拜 拜之後 每個 中國大使 找這個河南大使 說你真不準眼 你如果去拜 跟中國鳳姨 拜 他說 讓我準一台一台 再滿貨物 回到我的國家 我就有準眼了 就有準眼了 現在拜 整個拜 不算什麼 這種心態 有錢就好 他記這個例 這個意思 是不是 馬英雄跟小萬丁 如果政治 你導行 你那些經濟 你那些什麼 亞太中心 香港的店頭 你都會做 如果你如果沒有導行 那又沒有 所以整個案到底 你是要拜 不拜 我們看 像國民黨現在 吳邦國那句話 吳邦國那句話 跟香港人講的 所謂的你們的權利 是中央授餘的 授餘多少 你才能夠有多少 但這句話 你就知道 可以把船 一個一個貨物 載回去的 也不是所有台灣人 也只有那些少數人 可是跪下去不代表 他就給你經濟利益 是啊 另外就是 我們不需要跪下去 因為我們做得很好 我剛剛想到 我們經濟成長率 公司賺錢的速度很快 台灣今年 大概上市公司 明年大概可以成長 23到27%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成長多少 最少公司的獲利 可以成長23到27 所以外國為什麼 一直買台灣 荷蘭是因為他想運到大陸去賺錢 我們並沒有這個需要 是大陸需要我們的機器設備 最好你台積電趕快過來 其他友達什麼趕快過來 偷你們的技術是最快的 所以我們要弄清楚 我們其實很有競爭優勢的 那不是沒有競爭優勢 荷蘭那是船運的時代 必須靠船舶來賺錢 我們現在是網路電腦 用腦袋的時代 我們幹嘛走這條路 我說實在 我那時候在找新聞 因為觀眾朋友很多人 對經濟不一定那麼熟 大概大家也忘記了 因為過十幾年了 那時候我在找經濟報 他蕭蘭常提亞太營運中心 對 結果事後已經不成功 很多媒體就把什麼 包括通牌媒體去賣什麼 說亞太爛營運中心 亞太待贈中心 被不作為民主 容許 導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